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中国人 我们常常去中国 他的父母只说汉语 所以我得回说汉语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我是2014年修前开始 学中文的 你还在学吗 对 我还在学 你学了多久了 我学习了三年了 你每天都学习中文吗 没有 因为我工作 我还有小朋友 我不能每天学习中文 可是 我每个星期都在家学几个小时中文 你觉得中文怎么样 中文很难 为什么 因为中文的发音不容易 有一些语法比瑞典语容易 可是汉语比拼音难多了 你第一个学到或是听到的词是什么 我觉得是北京 为什么 在电视新闻 我常常听到这个词 你觉得最有意思的词是什么 有一个四川菜 叫红油口水机 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这道菜 也有五个很有用的字 红是red 油是oil 口是mouth 水是water 口水是drool 鸡是chicken 你学习汉字吗 对 我学习一点汉字 你为什么学习汉字 如果我看不懂汉字 我就不懂鲁派和菜单 你看不懂路牌和菜单 谢谢永安 谢谢你